我們要吃晚餐了 可是今天天氣有點熱 要看一下冷氣 OK 然後今天有煮 切一下牛排 什麼米 姐姐你覺得那個米有比較好吃嗎 真的有比較好吃嗎 有 為什麼 比較軟 你喜歡軟的對不對 那是我用鑄鐵鍋做的 看完 不Q 你兩個很難取到一個平衡點 這個是蘇菲的Costco牛排 哪個部位我要想一下 我記得是菲力 可是因為有點 這個買的有點小時間了 所以要想一下 然後來切一下 看一下紋路 我也覺得是這個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你說雞腿那個可以 是不是 我用那個新買的燒肉醬 新買的燒肉醬 煙的 他們喜歡吃丁的 所以我就切丁的 新買的什麼燒肉醬 嗯 姐姐你這個吃不乾淨 你這個吃不乾淨 你這個吃不乾淨 你有看 你這個吃不乾淨 你要不要吃 紅汁 它可以吃到這樣子 吃乾淨 不可以這樣浪費食物 這樣可以了吧 這樣好像不是很美 我還是切這樣齁 這塊切小塊 這塊切小塊 先熟定 我記得這塊是菲利 這塊油花比較小 沙藍油花會多一點 然後我一樣是用酥肥做的 就是先酥肥 然後再用氣炸鍋 稍微烤一下 因為媽咪上次說 一塊一塊的你們比較方便吃 我就切一塊 我就切一塊一塊的 沒怕就是萬一真的有筋也比較咬得動 這好吃耶 對啊 不是一整片的鮭魚 不是那個菲利鮭魚 這個今天的鮭魚是哪一間的 我們上次去那個買對不對 我去全聯 全聯 全聯買了 我今天去全聯 你今天去全聯買了 因為要順便買一千塊 他們剛好賺錢 直接 這個叫什麼菜 塔菇 塔菇菜 今天是塔菇菜 還有全聯的整塊鮭魚 很軟耶 然後這個是 應該是沒有錯啦 是菲利 然後 我們今天一樣沒開火 今天沒開火 只有炒菜有開火 然後這個是雞腿 你雞腿是用那個水波 跟魚一起啊 對 然後 我這幾次的飯都比較軟 因為這幾次 我就不小心把那個兩種米混在一起了 所以 不小心喔 就是應該不能混在一起的 就是要分開來泡 因為那有兩種米 泡的時間不一樣 所以我要 為了讓那個 有顏色的米 那你不用太多了 好啦 你把它放下來 這樣而已耶 這樣 你今天吃完了 我可以再煮 我可以再煮米耶 你喜歡硬一點的米 還是軟一點的米 這樣可以嗎 軟一點但這個太黏了 這個太 再軟一點這個太黏 然後下次 水再加少一點 你吃一下我用的那個雞口 好 我吃 這樣子 切小塊就比較方便吃了 我覺得這好好吃 真的好好吃喔 真的好吃齁 很軟 很軟 你下次再買這個 我在看影片 我印象中是菲利 這雞的很好吃啊 這也是 前天買的 我印象中是菲利 如果是菲利 你沒有一款 我沒有一款 你沒有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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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我拿給那個阿嬤 那時候我拿給那個阿嬤 就是這樣的時候 她也覺得我們去醬油工廠 噢 我今天有加到南南的醬 嗯 你媽這個加嗎 對 因為是 南南加只有可可 只有可可 那你放在哪 放在門口 對 放 我還沒吃魚的 因為那碗它很健康耶 金菜鮪魚牛肉跟雞腿 這個我不健康 對 啊你還吃那麼多 那要嗎 讓我吃掉了 一個人兩隻 讓我吃兩隻 我 我的一隻 我的一隻給你啊 我多吃鹽肉 噢好 很加 你後來要孝敬我 就好 哇 有話啊 要記得多撒一隻香菇 呵呵 吃了我的雞腿 他多吃了很多東西啊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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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齁 應該 有提馬試吃吧 嗯嗯嗯嗯嗯嗯嗯 他多吃了一千秋季 呵呵 你聽他知道沒加 假的 魚好吃啊 這魚也蠻好吃啊 這個是新鮮嗎 也不是吧 他是冷藏的啊 啊 可是上次一下買 那是不是太油 那是貴 最貴的部位 他是菲力 那那個好吃嗎 那我上次沒吃啊 那也不錯啊 上次我是把它弄碎 給他們做蛋餅 那就是沒有吃啊 很方便 好了 快吃完喔 你就錄到這裡 各位晚安喔 姐姐晚安 拜拜